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客庄的饮食文化 客家先民受限于自然条件以及物质生活的匮乏 因此他们发展一套自给自主的生活模式 客家人所缔造而成的客家饮食文化 亦有渊源流长的历史 人类饮食文化的形成通常是跟土地 气候 物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客家人在多次迁移当中 客家的饮食文化样貌也正为着迁徙以及环境的因素 渐渐形成特色的饮食文化 客家的饮食内涵 如果从碎食饮食礼俗来看 跟汉族的习俗大致相同 但如果从客家人的饮食烹调的技法还有调味来看 则有发现客家人跟汉人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客家人因应着环境的变迁 产生了许多独特的饮食文化内涵 客家人在不断迁徙的历史过程当中 并没有忘记在极度贫乏的食物当中加入佐料爆香以促进食欲维持体力 因此我们常常说客家菜的口味就是咸肥香 这构成了传统客家口味的三大要素 而最知名的客家料理就是所谓的客家四问四炒 可以说是客家人传统宴客的经典菜色 总共有八道特色料理 四问是指用小火慢煮 而四炒则是大火快炒 四问就是问控肉 咸菜问猪肚 排骨问菜头 肥汤问笋干等等 这边的肥汤就是指鸡汤或者是炖的汤 这是我们的四问 还有我们的四炒 就是客家炒肉或者称为客家小炒 薑丝炒大肠 猪肺黄梨炒木耳 还有鸭旺炒韭菜等等干炒的料理 这样子就形成了四问四炒 客家民族的饮食习惯 大多按照食令来进补 依据不同的食节节庆搭配饮食 例如 除夕夜 年夜饭 吃鱼 还有长年菜 春节蒸年糕发糕 清明扫墓的时候吃发糕菜包红板 端午节的时候有包米粽简粽 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 历冬补四神鸡汤 冬至的时候吃汤圆 生日的时候吃猪脚面馅 食材丰富 而且具有多样性 客家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无鸡不成宴的传统习俗 客家人有白斩鸡蘸鸡酱 鸡酱也是客家人特别喜好的蘸酱 也有用隔水蒸鸡的吃法在苗栗公馆地区 选用的是正宗的放山鸡 放山鸡是把鸡放养在山地上 果园里任由鸡在山地上挑食杀食小虫 根本不用喂食含有成长激素的饲料 这种放山鸡 鸡爪黄 鸡肉黄 鸡嘴黄 故有人称是三黄鸡 其肉质鲜美 少肥油 鸡肉的肉质纤维结实 并凝聚养分 入口皮爽肉滑 而且香味浓郁 客家的干腌辣制品也是很有特色 客家的腌制品发展 主要也是因为在族群迁徙的过程 为了方便携带还有保存所研发出来的技术 这也是因应着客家族群客苦耐狼 身体耗损大量的水分还有盐分 所以必须要加盐补充 而客家的腌制食品大致可以分为 晒干 腌制 酱制 三种做法 晒干类将发酵处理过的蔬菜 曝晒在太阳下 使其完全的干燥 以利于保存 例如萝卜干 腹菜 梅干菜 高丽菜干 笋干 豆子干 豆豉等 腌制类则是用盐在蔬菜上面揉压出汁 再经由自然的发酵 让蔬菜产生咸味及酸味 例如咸菜 酸高丽菜等 酱制类则是用盐 姜 豆腐或是蔬菜脱水处理 加入了豆 豆麴 糖 或者是黄豆酱的添加物 经由自然的发酵吸收酱汁 例如豆腐乳 酱凤梨 酱萝卜 酥笋 酱嫩姜 酱櫻瓜 酱冬瓜 酱大头菜 酱破布籽等 而最著名的客家干烟制品是闽西的八大干 也就是福建系的客家风味料理 有一次老师到了福建去做一个田野调查 真正有看到它 就是有常听的豆腐肝 莲城的地瓜肝 永定的菜肝 上行的萝卜肝 五瓶的猪胆肝 明西的肉肝 还有特殊的凝化的老鼠肝 清流的笋肝 当时我们都吓一跳 怎么会有老鼠肝 不过他们的老鼠是专门饲养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雷茶 是客家族群招待贵宾所用的茶点 客家雷茶不光是会填饱肚子 可以解渴 广东广西的客家传统的做法 是将小米 花生 芝麻 生姜 黄豆枕食材 经过复杂的手续加工而成 成为粉末状 食用时冲开开水调匀糊状 或加入冷水在铁锅中煮开调匀 具有独特的香味 微咸 美味可口 那传到台湾之后呢 口味就变成甜的 加入了很多坚果类的 那客家人非常重视祭祀拜神的仪式 所以每逢稻米收成祭祖庙会的时候 在昏寿喜庆的日子 总是要所谓的打盘 那个盘呢 就是用制作盘时呢 来祈求平安 顺利 而在春节 端午 中秋的三大节日 还有元宵 清明 中元 冬至等节气 都需要打盘来应景 但是客家人的版类呢 有这么多 在什么时候要供奉什么样的版呢 可是有习俗的 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所以客家人在祭祀拜神的仪式当中 或者是每逢歌道的时候 祭祖的时候 庙会的时候 总是爱做这个大版 打盘来做使用 祈求平安顺利 同时过年 刚刚说的五月节 八月半 三大节庆 正月半 清明 七月半 冬节等等 那这些不同的节庆 就会有不同的版 来供奉给神明或者是祖先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版 是怎么样来祭拜的 例如说 什么样的节庆 然后有应景的版制品 在除夕 拜天公 还有祭祖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田版 咸版 红版 萝卜版 发版 发版 跟版元 那如果在元宵 禁神 祭祖的时候呢 就会用版元 还有猪龙版 菜包 那在新丁版 就是很特别的 在台东中世特别的 会有一个新丁版节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新丁版 也就是红版 那在天川日的时候是用田版 在清明 祭祖的时候 客家人特别称作是挂志 挂志 用爱版 跟发版 那天上圣母的时候呢 是用红版 拜土地公 拜伯公的生诞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米苔木 那有些称作是老鼠版 其实就是米苔木啦 端午祭祖的时候呢 我们包的是板粽 中原祈福的时候呢 是包的是粽子 红板 还有启拔 中秋祭祀的时候呢 用的是玉板 崇阳祭祖的时候呢 是板元 在冬至祭祖的时候呢 也是用的是板元 那一般的婚宴 寿庆 我们会准备甜板 红板 跟板元 饮茶文化也是客家饮食的一个重点 一般来说 客家人的饮茶简单 但是富有养生的概念 雷茶和酸干茶就是主要的代表食品 雷茶多取五股杂粮 而酸干茶则是以新鲜的酸干跟茶叶为食材 都是相当天然而且健康的养生食材 也广受到市面上的消费者所青睐 而茶产业也成为我们桃竹苗地区客家族群的象征性的产业 如果提到桃竹苗的茶叶 就会想到客家族群 因此 如果我们去拜访桃竹苗的客庄 当然也要去分析一下桃竹苗的茶产文化 在桃竹苗地区所产的茶 最有名的莫过于是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茶又称为是碰风茶 或者是福寿茶 又或是白豪乌龙茶 就称番庄乌龙 有浓浓的蜂蜜香 手果味 是我们台湾客家茶的代表 像老师如果去出国去拜访客家的团体 我们通常会带着东方美人茶去做拜访 如果以客家饮食的禁忌来讲 不论是平时的用餐 或者是节庆款待宾客的用餐 都要按照备份 请备份最高的做开业 第一道菜肴也需要由此长者首先来食用 以示尊卑礼仪 而平常最忌讳将筷子插在饭的中间 有很多小孩子都这样做 就会被大人责骂 因为这样子的做法意味着是 人死后所吃的灾饭 非常的不吉利 而且晦气 平时用餐呢 也很忌讳打破碗 敲打碗盘 代表不吉利 平时出门在外用餐 忌讳将饭粒掉到桌上 以后会当乞丐 在入席上也要特别注意 就是客家人一般不坐在桌角 这些都是客家人饮食方面的一些习俗 还有忌讳